ay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對上喬盾的對決 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今天這兩個都是算馬國 跟步兵國的一股將 比較特別的是法國這個玩家 不是玩家是這個文明 算是很多人喜愛的文明 他的能力是城堡會便宜25%的一個能力 就是你上城堡 帝王你想要靈環寶都會很便宜 再來從封建時代開始 騎兵會加20%的生命者 那到城堡時代血量都是一樣的 然後封建的話你的肉麻會比對手多一點 那城堡時代的話 騎兵一樣跟別人一樣的血統是20% 124D的騎士 那到帝王時代遊俠的話 變成192D 所以有一些玩家們都會稱 法蘭克的遊俠為192 就是他血量192D的意思 好那模仿的科技是免費的 那就是你可以上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時候 那個農田直接一直upup 連點都不用點 直接免費送給你 跟圍巾的輪軸跟手推車一樣 連採 連研發跟資源的 資源都不用 所以就是一直免費送給你的意思 所以他的農田到帝王時代的時候是很誇張的 所以算是 可是他其實到帝王時代我覺得跟其他有農田加成的文明比起來 並沒有那麼的強勢 法蘭克他最強勢的還是192 那他的農田科技算是經濟加成的一種 不小補的 算是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對新手蠻體貼的一點 因為新手們點這個農田技術會比較難點一點 通常都是伐木技術優先點 那農田技術通常都是忘記點 不然就是到後期連三級田也忘記 那法蘭克這個文明就可以 彌補 玩家們一些小失誤會犯的錯誤 那這個算是一個小細節的部分 可能有打比較久天梯的人就會知道 雖然伐木都會記得 但是農田就有可能都會忘記 連白盒他們都會忘記 所以這個算是法蘭克一個優勢的 一個小細節 我認為 然後他有二級挖金算是蠻重點的 因為其實 金量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直要75金很貴的 所以他有二級挖金也是非常讚的 所以他到帝王時代 就可以挖金挖得快 就比較不容易會卡騎士 好 那來看騎士精神這個能力 訓練速度提升40% 爆碼速度會很快很快的那種 就跟那個井噴 哥德的井噴一樣 就是會爆很快 雖然哥德那個是更快一點 但騎士部分應該是法蘭克最快的 好 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 團隊加成 四野加二 那騎士四野加二 他是不包含 這個肉馬 刺猴的 所以算是你前期 四野還是蠻難掌控的 但是上城堡時代有騎士之後 四野就會廣闊了一點 去騷擾啊 或者是拆一些地方的時候 會特別好用 好 那再來就是 果薑採集者生產效率提升15% 這個效果呢 會在黑暗時代跟風天時代非常重要 雖然我在講廢話 因為果子野到風天時代 他就差不多就吃完了 但是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你提早吃完果子 那代表你的果子 會變成一個保護的一個重點 也是對手一個針對的一個點 像這一場 他的果樹在前面 特別容易被針對 但是 如果這邊守得好的話 法蘭克就可以把這個優勢 打到零零精致了 加15%速度 可是非常非常快 好 那稍微來看一下法蘭克的地圖吧 他的金礦是在後方 那果樹在下方 果樹比較危險 那石頭在左邊 但是左邊應該是可以圍得起來 就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這張圖還算是好圍 金礦在後面我覺得相當重要 不好意思 我這邊速度好像又快了一點 因為我每次錄完影片我都會打個幾場 練一下 好 然後這邊調成5%速度 這樣大家就不會頭暈了 好 那這邊金礦跟石頭都在後面 算是小天圖啦 小小的 也沒到很天 真的要打分數的話 可能剛好六十分及格 因為這個小金也是在外露 但是主金在裡面還算不錯 算是合格 而且這兩塊木區都蠻厚的 所以在看中比賽的時候 木區的厚度也是重點 然後右邊這塊有一點小木 這裡也有一點 所以還不差 算是能打的圖喔 好 那來看一下 條盾這裡 好 那條盾的話也稍微介紹一下 條盾的話 它的比較注意值得提的點是 它的農田費用是-40% 農田很便宜 所以你到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撒田的時候你就省了非常非常多的費用 你可以提早撒田 然後就可以更快上城堡時代 算是搶時代 蠻有用的一個文明喔 然後還有特別的就是 軍營和馬救單位在城堡時代 在布甲1 帝龍時代又在甲1 總共是甲2 那就是你城堡時代 你的裝甲布兵 跟你的綽綽 還有 你的赤猴 還有你的騎士 通通都會有加成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條盾到封建時代 只能產赤猴 那城堡時代 連赤猴也不能升級 那你城堡時代 也只能出騎士而已 那帝龍時代是有遊俠 但是比較尷尬的是 他沒有跑速 所以 橋盾雖然近距離防禦騎士互尻特別厲害 但是沒有跑速的關係 你通常會追不上對方的騎士喔 那如果遇到這種跑得很快的文明 像庫曼 人家出個駱駝追你就受不了了 非常難打 而且龍被駱駝貼著打 所以橋盾也算是 算是進階玩家的一個馬國文明 不算是適合新手 我認為 新手還是比較適合玩 法蘭克 這邊橋盾的棒棒居然撞TC啊 哎呀這個沒事啊沒辦法 直接撞上去了 他這次沒空好我也不太確定 看起來是有視野的 他怎麼會撞呢 好知道 反正就是撞TC了 所以導致3棒棒變成2棒棒 當然他這個META比較特別 他是多挖10 黃金的一個棒棒META 通常都是出2棒棒喔 這邊出到3棒棒 其實算打蠻兇的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出一個東西來呢 來這個撞撞上來喔 捅這個肉馬 哎呀這個捅不到 直接拉走 OK這個高地打低地 OK棒棒可以順利解掉 因為肉馬攻擊15 還多一點 而且法蘭克的城堡 封建時代血量就比較多了 血量54 那看看條盾 條盾只有45 整整差了9滴血 對啊9滴沒錯 好 9滴血的血量的優勢 算是封建時代就有點小小的壓力了 雖然法蘭克不能點品種 但是他這邊不用點 就天生就加9點的血量 算是不錯的 但是有個細節 就是我有看過法蘭克在封建時代 互尻弱馬的時候 對方突然點品種 法蘭會輸的局 結果法蘭克 卻輸了 然後結果對手點品種的卻贏了 血量多 10滴跟9滴是差別還是蠻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選擇玩馬苦的話 不是法蘭克 如果你想要跟他拼馬的話 可以建議出戳戳跟點品種 然後如果馬步萬 你是會有優勢的 通常是不會太虧 好那這邊法蘭克選擇要轉出小東了 條盾是選擇雙 是選擇單射箭場而已 應該不是雙射箭 對 單射箭場 然後打的是單小東 然後搓搓 雙搓搓 然後來做騷擾 哇 這個果子果然被騷擾到了 不能吃 然後造成對 法蘭克有一點時間 是比較會晚上城堡時代的喔 好我們這邊 看一下這邊肉馬四隻 要不要來砍一下村民 但是裡面有戳戳兩隻 唉唷 但是滴滴打高地 但是還是賺了 不能再送不能再送 OK 刺喉拉一下 喔這邊很兇欸 喔不是這裡不是很兇 這裡是還沒幹哪就 這馬就趕快幹 把他戳戳趕快出 好村民直接爆名 打起來 OK 法蘭克的七 刺喉全部殘血 好裡面的工兵也不太妙 兩隻戰矛出來 完全counter 工兵加戳戳的一個組合 只能撤退了 這邊是不是選取到一隻村民 有一隻村民想要從軍參戰啊 這個太狠了 光劍時代直接拉村民開打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到 還沒有發現 好這個一起戰崗 村民也想積一點心力 但是沒辦法前線的兩隻戳戳 加一隻小弓也被解掉了 那五隻肉麻給條盾的壓力是蠻大的 那通常啊 有人會說 法蘭克不好打條盾 因為 法蘭克會輸一防 這件事情 其實 打條盾的時候 這一場 我覺得算蠻特別的 因為大家應該也有這個困擾 那這一場 有看到這一場的法蘭克玩家應該是有福了 到底要怎麼打條盾城堡實彈呢 這一把的高手會教你怎麼打 這邊都圍好了 看一下 好這邊法蘭克選擇下雙射箭場 欸你們在想說 欸那這裡應該是要霸小弓了吧 出小弓 打法蘭克騎士 打條盾騎士 聽起來蠻合理的 但是其實條盾 也確實啦 他沒有跑速 也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 騎士還是康特攻兵的 所以這邊 還會再想一下 到底要不要出弩兵 而且法蘭克出弩兵 到帝王時代也沒有強弩 所以會很難打 這邊要4八被送掉了 沒有沒有這邊還有綽綽 這三隻 有兩隻殘血的 算一隻半 OK到前線已經拉了很大量部隊 要來做一個前置壓制了 能不能打到點東西呢 但是這邊有相當多的戰 矛跟小弓 但你數量上的話 目前是條盾的一個優勢 沒問題 沒有說錯應該就可以直接上去硬拖了 因為這邊的肉馬 還行 有在做操作 躲掉滿足箭矢了 然後這邊一個高低打滴滴 先收掉一隻 單位 OK這個肉馬 有一隻沒動 三隻都殘血了 後面的肉馬趕快回來救 這邊優先點一下戳戳 這個是細血 戳戳全死的話 肉馬就可以無雙了 但是肉馬這邊有點血有點殘 到底能不能收到呢 有點困難 這邊小弓要先殺 對方的小弓嗎 還是要先點村民呢 哇我覺得他有點猶豫 不太懂到底要點哪一個 到底要點村民還是要點兵 哇他剛剛猶豫了一下 所以導致這個 兩邊都沒賺到 想要殺對面的軍隊也沒殺太多 想殺村民的也沒殺到 欸這個是按錯了 這個太緊張 手抖了一下 按了一個木槍 村民趕快 彈血拉回去 挖金礦 好 那這邊法蘭克 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那一級挖金也按了 那條燈這邊 一級法木跟一級龍艇也按了 那法蘭克的話 一級法木按了 那龍艇是自己送的 所以不用按 好那看一下 唉唷 這邊有打算點下一級遠攻跟一級遠防 那法蘭克看起來是要打 攻兵沒有錯了 好圍一下 把家裡圍死 比較安全 比較好打一點 在單挑局 如果你有像viper一樣自信的話 不怕被騷擾 那我覺得你可以不用圍 那我發現我其實一開始也在嘗試 不圍的打法 不圍的話 十之八九不離死都是被衝爆 結果我最後小圍一下 就一直開連勝了 勝率高達七八成 幾乎不會輸的狀況 我那時候以為 不為家 可以省下很多木材跟村民 建造時間 可以農更多 製造更多的兵來防守 但我發現我終究不是viper 那個完全守不住 那個手術根本跟不上 我家裡要農 然後外面要騷擾 然後家裡還要防守 我哥們 哥們來不及 太忙了太忙了 所以這邊 就算是這個分段的玩家們 還是會選擇圍腳 連viper偶爾還是會圍腳 所以我覺得 不要一直想要學viper各種技巧 有時候viper真的是太厲害了 不是一般玩家能學得起來的 OK 在這邊伐木場 蓋了一個之後 這邊會挖穿 可以設立一下 趕快換個地方 伐木一下 那這裡會被騷擾 好 那法蘭克爾已經上了 城堡時代 這邊打算是要打奴兵 二級射已經研發好了 然後騎士也按了一隻 那這邊條頓點了品種 那沒問題的話 應該條頓就是城堡打騎士 畢竟騎士比對方多一防 近戰互尻的話 他是有優勢的 但是沒有遠防加成 那這個奴兵過來 打條頓的話 那就會很難受了 如果量過大的話 那現在只有九隻 還算蠻好解的 好 那這邊 是法蘭克一個 先上城堡的優勢的關係 這邊先來 做一個前線牙子 這邊戳戳會戳到啊 直接射掉戳戳 但是這邊 條頓三馬就開啊 哇賽 看是沒有打算要農了 目前法蘭克已經開出2TC了 目前是2CC開農 然後暴兵 2TC暴兵 然後點一下 六王技術 騎士也在繼續按 但是條頓這邊 馬就開的比較多 因為他知道自己晚上成了嗎 我不太確定 這邊看三馬就的想法我不太懂 可能知道自己比較晚上 我只能這樣猜測了 比較晚上要趕快多蓋信 馬就暴兵比較容易守得住 不然其實層出很容易 就被對方一個 時代領先 然後就被打爆了 這種事情其實是蠻常有的 這個 開的TC的位置 是不是怪怪的 這裡 開這裡不好嗎 這裡有木頭跟黃金了 這邊守這個黃金 然後挖石頭 這邊插寶 哇多舒服啊 可以搶快石頭 他可能前線守不下來 他可能覺得 這個太外面了 很難守 好 那這邊看一下 這裡的選擇 總共是 16隻奴兵 OK 抓到對方的 落單騎士 三隻落單 這邊是不是 拉聰明來蓋TC的 實際蠻好啦 意外的 挺不錯 唉唷這沒有中 我的天 Holy shit 完蛋了 家裡BBQ 那這裡怎麼辦 要回救嗎 還是不回救呢 村民往外拉走 唉唷 這邊法蘭克出馬功耶 哇賽 那這樣條盾的一個 鎧甲優勢 就幾乎算是沒有了 那就是四方 法蘭克打馬功 真的是有想法 那法蘭克馬功的話 值得一提的是 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到帝王時代的話 只能點個重裝馬功 然後攻擊力會少一功喔 會蠻麻煩的 另外這個城堡時代 應該只會 城堡時代出馬功 帝王時代應該不會繼續出 帝王時代出個192更好 或是指輔兵 好來看一下啊 這邊騷擾 我感覺騷擾蠻多村民的喔 村民看一下有沒有落後 應該是沒有 因為他是先雙PC開的 所以村民說會領先正常 正常目前是領先八村 如果沒有被殺村的話 應該會領先更多 但這邊有16隻的奴兵 唉唷這邊看起來是要上了 直接 跑到高地包起來打 想後退不給你退 直接先砍奴兵 唉唷這裡不管了 不管騎兵直接點村民了 哇這隻村民死了兩隻 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第六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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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隻 第八 八嗎 八了 再剩嗎 八 九 十 哇 死了快十村啊 我的天 條盾爆炸 三十七村村民 對上六十村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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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盾的兵現在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 也太多戰士了吧 但是 但是 法蘭克點下草樹之後 這個馬弓跑得很快 就可以來秀草樹了 但是雖然有騎士目前是贏的 但是 馬弓這邊是可以秀騎士的 完蛋 把這邊 插身而過 看到了 射一下 哇 一次集火就半條血了 好痛啊 射一下 OK 又半條 這個應該受不掉 沒有彈道雪 有點難吃得中 這邊 依舊想要找這個破口打進去 但是沒有辦法 這裡有TC了 這個TC下的位置 算是蠻新鋰的 蠻特別的 這邊趕快下大雪 來點彈道雪 因為常常TC都會蓋在木頭旁 或是石頭 黃金旁邊 一直看到碰地上的一個低促 這邊直接點掉老偷 老偷直接刷了耶 右邊 看起來是沒有東西可以打 有這裡可能會打出個洞 看要不要趕快拉幾個村民 來去擋一下 這邊 馬弓雖然不太夠多 需要三發騎士才能射十一隻騎士 就不太好操作了 像剛剛可以兩發 直接射十一隻騎士的狀況 就非常的好用 看真的要不要再補些馬弓再過來 這樣射這些騎士會更好一點 其實馬弓射蠻痛的 欸我直接把這些馬弓關門獸 哇你個 有內鬼 取消交易 這不是內鬼啊 哇直接把自己的馬弓給 關了起來 但是 調整這邊3T剛開出來 但村民說已經0 座後快要30村了 這邊能不能再追上法蘭克呢 這邊彈道學好了 完蛋 27隻馬弓 兩發 一隻騎士 絕對沒有問題 現在要集火掉一隻騎士的話 那可能要60隻嗎 欸50隻應該就夠了 應該不用到60隻 大概50隻左右 就可以集火掉一隻騎士了 好來看一下 這裡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啊 有單刀學的馬弓 法蘭克 壓力很大 要不要轉出一些戰矛來防守啊 其實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通常都不會出騎士 想要做進攻了 我都會直接全爆戰矛 欸果然出戰矛了 欸還不是戰矛 這個才是矛兵而已 而且是沒有單刀學的 這邊只要走位射一下 走位射一下 就可以 躲掉蠻多傷害的 欸那個戰矛會射不準 OK 戰矛已經點下去 開始升級 可是要爆戰矛了嗎 雙射箭場搬到戰矛 然後騎士擋一下 卡蘭克這個進攻算是很不錯的 完全克制住對手的一個搭配 除非他爆出大量戰矛之前 他是不能出去的 他只要一出去 冰臨城下的話 馬攻馬上支援 基本上可以收掉很多隻的騎士 所以這邊 給條盾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像這種冰種的給對手壓力 這算是細節的部分 如果你沒辦法給對手太大壓力的話 對手就可以一直對你做騷擾 那就沒辦法阻止他 那你的經濟就越來越差 那就會很難打 像這樣子一直被騷擾 哇 但怎麼辦喔 你的戰矛也不夠多 這個直接映射不太好 雖然 是打得贏 但是被換掉了 大概兩隻馬攻 這邊打好久沒出去 不然就變三隻馬 好 那這邊 戰 軍隊有點少 但騎士很多 但騎士因為 由於條盾他沒有跑速 所以很容易被鏽光喔 有沒有 哇 這個條盾最尷尬的就是 沒有跑速這件事情 沒有跑速的話 一路馬攻 重點就是被風箏的份而已 只能出大量的戰喔 來防守 沒有其他方法 這邊可能要趕快補到 第四個射箭槽 才能應付這個馬攻的量 好 這邊直接上去硬砍 嗚 殺了蠻多的馬攻 感覺不錯的戰果 這波條盾突然硬了起來 打得不錯耶 那馬攻的確定也是他的射速比較慢 然後順帶一提 他的士沒有拇指環的 也沒有安息人 對這個馬攻是非常殘的那種 雖然有跑速 但是他也沒有血統 所以他的血量只有六十滴 連八十滴都沒有 所以這個馬攻也算是謹慎使用 不能打一個 長久之戰 最後還是要靠騎士出來 欸這邊真的轉出騎士耶 五個馬就在爆騎士喔 不止五個 六個 好 那家裡可能會被硬傷了 這邊有BK 但是很厲害是 這邊馬攻想要來繼續騷擾 看可不可以打到一些村民 再拉開一些經濟差距 目前條頓落後五十村 剛剛落後三十村 現在落後五十村 反正開一個4TC 開農 直接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摩爾莊園 非常非常農 那馬攻在下面 被收穿 被殺了三隻馬攻 有點虧 然後這邊被打破了 這邊的戰毛 其實也是蠻多的 然後這個殘寶要變大塔堡了嗎 大塔堡後被變成了 哇有可能 這個數量太少了 完了 稻草堡確定 這個該不成 那拉村民實在太少了 哎呀 這個聰明直接被砍死啊 停止建造了 五四他 好 但是這邊的騎士 數量有點少 而且沒有二攻 哇 打這邊騎士 實在是有點劣勢啊 因為條頓的騎士 防御是五 哇 衝得開去頂 哇 這個高地打低地 打得好欸 好 這邊一個對幹 但是馬攻 還是沒有回來吧 這邊 來打這個高翔的老狗 但是嘉莉 似乎要手下了 這邊騎士爆的還是蠻快的 真不愧是六馬就爆騎士 直接把 要升帝王的資金 全部拿來擋這一波 我覺得相當果斷欸 哇這邊法蘭科打得好 雖然這邊倒特寶 但是還是完美的手下 這一波的攻勢 讓自己沒有損失太多的經濟 川民宿也沒有落後 依舊也是領先大概40寸左右 那川民宿也在124左右 所以還算不差 好那這邊馬公想要來回舊 但其實家裡已經解的差不多了 哇這邊是不是有老虎被殺了 還是沒有 這邊想要出來挖黃金 蓋了一個TC 這邊還是用馬公 這邊再補下兩個TC 像是5TC要趕快繁榮一波了 哇 法蘭克這邊村民按得很兇欸 5TC村民狂躁 之前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有說過 人口就是你的經濟 你的經濟最快 可以快速到200P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經濟最大化了 所以不要擔心自己村民會出過頭 能出就出 但是到帝王時代城堡時代後期 大概就 把自己的村民放在140或130人口就好 只要到150或160 不然你的軍隊會太少 反正會很難打的 贏對手 好來看一下這邊正面對幹 我們能幹到點東西 應該是有點困難喔 這邊條盾挺硬的 而且這邊是第一打高地 有點難打 好這這邊再繼續暴兵補起來 似乎 欸打不贏 哇真假的 條盾的馬量似乎有點少 哇大部分都是戰毛主城 居然這一波高地打輸了 不會打樹枝君呢 還是其實不會呢 這邊要轉出戳戳了嗎 這邊是法蘭克優先轉出戳戳耶 哇這邊挖金的被抓包 直接被砍光村民 這個TC直接白給 哇怎麼辦 你看條盾壓力很大 什麼都不能做 人家都壓在門口了 好法蘭克這邊開始轉出戳戳 要來打對面條盾的騎士 OK那這邊 村民實在太少 這個TC射箭完全不通不養 直接硬拆掉這個TC了 好這邊蓋個寶 確保黃金的獲取 這邊還有個哨戰 沒辦法蓋到城堡 看這個要不然先把它拆掉 然後蓋個寶在這裡 直接守兩個地方 哇這裡不被招惡 但沒有關係 那目前法蘭克大優 這邊要挺下帝王時代了 OK 好那法蘭克挺下帝王時代 看一下這邊 條盾的一個經濟狀況 條盾也差不多要上帝王耶 兩個人上帝王的時間其實差不多的 看來這把又我的看了 好那這邊只落後了10%左右的時間 就上帝王時代 兩邊應該是不分上下的局面 但是正面軍隊來說 還是法蘭克的一個優勢 法蘭克的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經濟速目前是領先 條盾是兩倍經濟的分數 哇看這個馬力就知道 他卻只有領先啊 好大量 明明你是條盾有優勢 卻打的沒優勢一樣 怪怪的 好這邊也終於受不了 直接按下了4個軍營 要來出盾風防洋兵做防守了 換橋盾 繁星到了帝王時代192過來 那正是受不了 192D的遊俠 我還是需要點戳戳來做防守比較好 好那這邊順利解掉 好這邊戳戳轉了超級大量 哇二十幾隻 兩邊都想轉戳戳 欸不是喔這邊點裝甲 哇條盾打裝甲啊 真的是有想法耶 這樣來硬掏掉這些長安兵 喔反而是 法蘭克這邊不點 騎士喔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黃金太少 不太想點遊俠嗎 還是這邊 挖黃金的人太少而已 喔不太清楚喔 這塊也沒在挖 多怪的 他經濟旁邊有點問題 應該這時候會 拉個十幾村去挖金礦才對 欸這邊沒選擇挖金礦 反而是要選擇一個 法蘭克便宜寶推 三連寶 直接把你家圍入 連這一塊金都封鎖掉了 哇這個法蘭克插寶實際好像不錯 但條盾家裡也寫了一個寶 還要保護自己的農田 但只能保護自己的TC 重要的經濟資源 這塊金已經保不住了 可能這塊金趕快去挖 才有機會可以繼續打下去喔 不然這個金守不住的話 沒錢 就GG了 唉唷 這邊居然選擇出條盾騎士 順便講一下條盾的那個 鎧甲能力喔 是只有馬舊單位跟均勻單位 他那個條盾騎士雖然是步兵 但是他不擁有吃後這個加成 所以他的防禦是7-2 我覺得應該也給 可以考慮給一下條盾這個能力喔 連城堡的單位也可以增加 鎧甲的能力 直接讓他變成7-2的一個能力喔 直接9隻了 那也不錯耶 我覺得條盾騎士 可以考慮一下BUFF的這個點 直接給一給了 讓他變追贏 我這邊直接搶放怎樣 萬人彩金 兩邊人都在這邊想要掏這個金 既然條盾下目前是斷金狀況 裡面只剩下一塊金可以挖了 剩這一塊中間的金 這塊金還被燒到來我的天 條盾有點慘 這邊法蘭特選擇要爆輕騎兵 7-12血的弱馬 好三攻也上了 果然是經濟不太夠 沒辦法爆出有效 反正是選擇出長長兵 先做一個防守 然後趕快 用這些長兵來撐場 就一個小打小鬧 但是條盾壓力 且蠻多城堡 下面這一塊是弄不到了 這個城堡倒了之後 應該就沒問題 但是長兵可以進來抽 但長兵進來抽的話 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長劍兵 你要怎麼解呢 這邊法蘭克直接起一個寶 要來控金跟控木 這個金應該是射不到 有點遠 但沒關係 有TC射得到的 剩下就交給肉麻去處理 連左邊這塊的金 都保不住條盾可能要出大事了 法蘭克這邊展出了 指輔兵 而不是192 還點下金瑞 真的是想要給他 打爆這些長劍兵喔 這個指輔兵打長劍兵進戰打位 是很有效的 而且這個拆衝撤也很痛 因為他的戰鬥屬性是 進戰兩個人 不是遠距離 所以拆衝撤的傷害是 跟進戰的傷害是一樣的 哇嗚 這邊村民 法蛇上一人 完蛋 沒有人在挖金了嗎 這個金晃剩下兩個人在挖 剩三百斤 三百斤拋完之後怎麼辦 哇這個戳 戳出台直接來硬拆這個 遠投 完蛋 這是完蛋 三窮水晶了 四台遠投 五台遠投 五台遠投 加上金瑞之浮兵 直接敲來了 哇 這一場完全沒有看到一九二 但是還是打了一手好奇啊 法蘭克 連環寶 騷擾 然後再加上完美的經濟 加上肉馬的騷擾 然後這邊有指輔兵 來扛前線 然後完全控制住了條盾的一個經濟 哇這邊還想要投耶 太狠了 哇這一局法蘭克真是打得好 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數據的部分是完全領先 木材贏一萬 食物贏了八千多 這場真的是用金技淹死對手 當然我覺得也 能淹死對手的原因也是因為 中間 城堡時代法蘭克 打馬弓的關係 確實有壓住住條盾的一個 騷擾走向 也確實讓他不好打 因為他沒有跑速 馬弓追不到 城堡時代這段期間一直被鎖在家裡 重大的戰役都在家裡 而不是法蘭克家裡 所以這邊法蘭克一個抉擇 算是有點針對性 條盾這個文明做出一個改變了 還蠻聰明的打法 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